快乐总是短暂的,每到节后上班,不少人又患上了不想上班综合症。 焦虑到彻夜失眠,烦躁到坐立不安,分分钟都想辞职走人。 可以想到房贷、车贷、日常开销,又不得已硬着头皮,逼自己按时到岗。 成年人的世界,工作是绕不开的难题,尤其是短暂放松后,真是百般不想开工。 曾有媒体做过调查,大家到底为什么不想上班? 上万份回答中,人际关系,魅卷严重,压力大,成了最主要的原因。 甚至有网友感慨,做梦都想摆脱那群难缠的客户和同事。 干活在内,睡一觉,谢两天就好,可一旦陷入与人的纠缠,那种心泪却着实难以消解。 换句话说,只要不再被人所累,工作其实并不可怕。 很赞同十三妖李马东的一个观点。 他说,职场上最宝贵的品质是做到事在人先,摆脱无意义的关系内耗,专注做自己的事,才是打工人的明智选择。 最合适的工作模式,只做事,别管人。 一,让人类的从来不是工作,而是工作中的人。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职场也不例外。 很多时候,工作中的人际关系,远比工作本身更让人累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,不怕熬夜做方案,就怕客户刁难。 不担心偶尔出错,就担心老板找茬。 不在乎多加点班,就怕与同事闹矛盾。 为了被接纳,我们小心翼翼地维系着,甚至不惜讨好取悦。 为了躲避暗算,我们谨慎地周旋着,一分一秒都不放松。 到头来,心思全花在人身上,失去没做多少。 而我们自己也在心理交瘁中,越来越害怕上班。 咨询师胡慎之,曾谈起过一段很不愉快的经历。 当年他出入职场,父母一再叮嘱, 干活是次要的,最要紧的是搞好同事关系。 他谨记这句话,一入职就忙着给人倒茶端水, 刨腿打杂,根本顾不上干自己的活。 下班后,孩子掏腰包,请同事吃饭, 去领导家当免费劳力,也没时间培养自己。 他本以为,领导和同事会喜欢他,可结果呢? 实习评语中,他却是最差劲的那个。 有人说他偷懒耍华,有人说他不务正业, 有人拿他惨淡的业绩说事,还有人说他心术不正。 他委屈极了,鼓起勇气找同事理论, 却又令自己陷入一次次争吵与纷争。 紧接着,他被集体孤立,又凭遭领导打压, 整个人陷入巨大的痛苦中。 后来,他实在受不了精神上的折磨, 趁自己崩溃前,灰溜溜地辞职走了。 很多年后,他仍难以释怀,经常后悔说, 当初最不该的,就是把人看得太重。 工作中把人逼疯的,往往不是哪件事, 而是你怎么也应付不来的某些人。 揣夺别人的心思,再以他人的评价, 强容不属于自己的圈子, 逼自己和所有人做朋友。 随便哪一样,都能让人陷入人际关系的怪圈, 把本应用于工作的经历浪费掉。 曾经得我们,以为工作的难点, 是自己成长慢,做不好事。 等一番历练后才明白, 职场上最累人的是和人打交道。 二,上班的最佳模式, 心里只有事,没有人。 董雨辉做客央视青春大课时, 说起过往经历,曾一度哽咽。 刚参加工作时, 他那不起眼的长相, 别搅的发音, 时常让他成为同事打趣的对象。 而自尊心极重的他, 只能把火闷在心里, 被坏情绪反复内耗。 他越来越不合群, 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, 备课,练口语, 优化教案。 他把过去十年的高考题, 背得滚瓜烂熟, 反复阅读民主, 提升思考力, 还听着广播, 一遍遍练习普通话。 谁曾想, 正是这一件件小事, 像救命稻草般, 把他拽除关系内耗的泥潭。 没了别人的干扰, 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教学, 超额完成指标, 获得学生的认可, 也让领导另眼相看。 仅仅一年后, 董雨辉就被提拔为教研主管, 成为公司最年轻的中层, 几年后, 当他转行做带货主播, 又遇到了类似的事。 他在镜头前侃侃而谈, 导演说他解说辞媒重点, 网友说他太丑太难看, 要在以前, 董雨辉铁定受不了, 可如今的他, 早已看透工作中的真相, 那就是想成事, 就得先一门心思干事。 他坚持做自己, 卖货的时候, 穿插解读沙士比亚, 伯拉图, 苏格拉底。 他画风幽默, 经据频出, 渐渐有了自己的受众, 也一步步打开了事业局面。 董雨辉说, 做事要有定力, 心无旁骛, 万事可破。 而做到心无旁骛, 我们必须戒掉自身情绪, 排除他人干扰。 职场经理人胡刚老师曾说, 突破职场困境的关键点, 就是人事分离。 只要把人和事分开, 工作会容易很多, 而上班也不再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。 作家阿兰德波顿问过职场人一个问题, 工作的价值到底是什么? 大家的结论无非是, 一是要有经济报酬, 二是要有成长价值。 这两点, 说到底和别人没多大关系, 关键在自己能否创造价值, 能否持续成长。 而价值和成长, 只能通过具体的事来呈现。 三, 真正的高手都学会人事分离。 五为学习力中有个观点, 聪明人能够把我和我的行为分开。 简单来说, 就是强者心理全是事, 弱者心理全是我。 职场上的高手, 每天想的都是解决问题。 只有纠缠于人的人, 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 其实, 人事分离并不难, 你只需做好以下三点。 一, 做事在前, 情绪在后。 商业教练陈欣, 刚下海难会, 经常吃笔门羹, 被客户轻视。 但他从不沉溺于失落的情绪, 而是心态积极地主动做事。 上网课, 跑客户, 做时长调研, 参加社群活动, 不给自己留一分时间中胡思万象。 他在做事中迅速成长, 不到五年时间, 就把自己打造成了商圈的超级个体。 在著作单杆中, 陈欣给年轻人一点建议, 不管受多大委屈, 先把事干好。 以心情为导向, 想麻烦便大麻烦, 以目标为导向, 天欠便通途。 做事在前, 情绪之后, 才是职场上最有水平的处理方式。 二, 有效沟通, 拒绝内好。 心理学上, 有一个著名的公交车实验。 如果人生是辆公交车, 你是司机, 当上了一些咒骂你的乘客, 你会怎么做? 炒完才走, 耽误行程, 忍其吞声, 又太懦弱。 最好的做法, 就是平复心绪, 有效沟通。 如果话不投机, 再不予理会。 这点同样适用于工作中, 与人产生摩擦, 只顾着生问气, 胡想乱猜, 一点用也没有。 倒不如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, 摆事实讲道理, 尝试着开启合作。 很多时候, 积极有效的沟通, 才是破解职场内耗的秘诀。 三, 少关注别人, 多关注自己。 心理学家阿德勒, 有一个理论, 叫课题分离, 意思是, 与人交往时, 要分清各自的课题。 比如, 别人怎么评价你, 那是他的课题, 而怎么做好事, 是你课题。 比如, 别人业绩如何, 和你并无关系, 怎么提升自己, 才是你要考虑的。 再比如, 别人刁难你, 孤立你, 那是他品行有失, 而你怎么突出重围, 是你的本事。 课题分离的本意, 其实就是少关注别人, 多关注自己。 工作中, 精进自我, 增长本领, 远比每天盯着别人的举动, 有用得多。 职场上, 有一个被大家奉为宝典的卡瑞尔公事, 预测最糟糕的状况, 调整好心态, 接受现状, 竭尽全力解决问题。 你发现了吗? 在处理问题这件事上, 每一个环节, 都需要我们去做具体的事。 我们都知道, 职场上从来不缺各种人, 我们很难不受其干扰, 不应其焦虑。 但越是如此, 越要提醒自己, 烦恼多源自无用的关系, 而不是事情本身。 那就让我们收拾心情, 建设自己。 当你学会把力气用在事情上, 终会发现, 工作中也自有乐趣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在下方留言。 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